Hello 大家好 我是Karen 公阿韻 今天是跟我的家人一起去吃雞飯 這次就帶大家去試試這個叉燒羊加加萊 看看是不是真的這麼好吃 接下來的5月29日晚上9點我會開Live 到時我會邀請一位馬來西亞的朋友 Hatamas的副董事Nick Sill 跟大家分享在吉隆坡投資而居的經驗和心得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下面的連結登記 多時見啦 我們一來到這一區就發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有一個露天的停車場 就可以拍在這裡的 不過分分鐘就是一碟雞飯的價錢 因為是10元馬幣這麼貴 沒辦法啦 找不到泊車位 還有這麼舊的街 在吉隆坡的 不過也挺有特色的 這裡是沒有 不是這呢 這裡呢是沒有姐 或者哥 幫你找的桌子 你要自己找一張 你覺得差不多吃完的桌子 然後等他們走為止 然後就有餵桌了 就好像說了現在 有餵了 我們現在去吃雞飯 雞飯可能會包括叉燒、燒肉、鴨、燒雞 很多選擇 甚至他們也會配魚、菜 去吃叉燒飯的時候 說自己去吃雞飯 其實這件事是正常的 嘗嘗他的湯 老黃瓜湯來的燉湯 很夠味 這個湯是熬了很久 老黃瓜的味道很出 無論是豬肉、紅棗都很入味 讓我先吃一下燒肉 燒肉的皮很脆 而且很香 肉其實不鹹 只有它的皮是鹹的 所以吃下去 味道我反而覺得是剛剛好 因為我吃菜圓雞 喜歡吃燒雞的人 就會喜歡吃這種雞 真的很韌 有一種清甜的味道 有汁 有汁 有汁在雞肉裡面 吃一下雞腿肉 其實我在馬來西亞 喜歡把雞斬得比較細快 我又習慣了 我覺得容易入口 馬來西亞人都很喜歡吃雞飯 不是因為雞好沒有味 而是它的味道很舒服 簡單 反而我覺得香港處理白癡雞 那個方式是比較高質素 就是它把皮分開它的脂肪層 然後再撕上皮 我覺得它的功夫很厲害 再加上它是退骨的 而且肉質比較滑 這裏很有名的 就是吃它的半肥瘦叉燒 它的叉燒 就這樣看 有些糖椒的顏色 在叫叉燒的時候 你記得要告訴它 你要半肥瘦 還有一些 焦糖在叉燒的皮 它才會拿這些叉燒給你 它的叉燒是軟的 不過它旁邊有一些焦糖 第一塊是未吃過的 而且我覺得是偏鹹的 應該是適合混合來吃的 那我就拿了一些焦 因為我本身是很喜歡吃焦的 然後呢 要加這個辣椒 放上去 在肉飯那裡 它的焦糖比較硬 我覺得是 跟肉飯一起吃就沒有那麼鹹 嗯 剛才我依然沒有放棄叉燒 那我就夾了中間 比較偏味肉的叉燒來吃 原來呢 是沒有旁邊的那麼鹹 它因為它偏肥 可以入口的質感 就更加再軟一點 更加香口 豬油散發出來的那種香味 再加上呢 它的焦邊呢 甜甜的 甚至乎有一點點黏牙 我也覺得是OK的 因為在它的口中還有那個香味 中間的部分也會好吃一點 濕一點 香一點 沒有那麼鹹 就剛剛好 旁邊的魚乾一點 還有鹹 我老爸說它吃了豬呢 是還沒有醃的喔 這個是不是太鹹豬 這個呢 豬皮呢 很脆 很漂亮 我覺得豬皮是好吃 但是有豬味 吃完東西之後呢 就點了一杯白香果飲品 它也很有趣 它下面呢 有些popping jelly 好像珍珠奶茶的珍珠那樣 你一吸上去呢 它爆開 糖漿就出來 很燒 剛才吃了很多叉燒 很肥 吃完之後呢 我就覺得 是一些 質素是參差一點的 可能一塊叉燒 我吃得是一般的 很鹹 另外一塊又吃得很好吃 而是很均勻地吃的叉燒 是真的很好吃的 驚喜 環境本身呢 就非常吵 很多人 很涼 即時它有冷氣 不過 都會很熱 小朋友都會很猛狀 不是太建議 有小朋友的人過來吃 我們呢 平均一個人吃了 1127元的雞飯 其實我覺得是有點貴的 如果我吃雞飯 還有我覺得是有點超過的 因為很多人去吃 其實我覺得是普普通通的 反而燒肉是比較出色的 是不是值得特意過來吃 然後跟大家一起排隊 然後很多人等位呢 我覺得未必去到這個程度 如果你喜歡我的Vlog的話 記得Like、Share 以及Subscribe 如果你想Follow我的IG 以及Facebook的話 歡迎大家去到Karen Kong Music 我的影片下面呢 有個鈴鐺 你按進去吧 當我出新影片的時候 你就會收到即時的通知了 我們下一條影片見 拜拜